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是这里吗 唐朝的初见也这么黑吗 那可是我的全部积蓄啊 怎么是我也是二十一世气的人啊 像这种大爷太丢脸了 没想到穿越过来的我 居然被这些古代奸商给骗了 别人穿越 都是皇亲国戚富二代 修仙开挂刷刷怪 而我 只能蕊死败 什么 一把剑 不会是传说中的仙剑吧 果 果然 是我想多了 什么人 难道这破地方还有人住啊 喂喂喂 这里现在是我的地盘 我已经租下这里了 请马上离开 好险 有什么话去跟牙行说 别想碰子啊 我可不是这一套 宫子留步 宫子 人家只是想 放开我女王 我这么纯洁的肉体 怎么了说碰就碰啊 姑娘请自重 你还是早些搬出去吧 以后这里就是我的地方了 而且晚上可能会闹鬼的 姑娘不害怕吗 那 宫子不怕鬼 嘿嘿 我可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 尊贵的穿越者 拥有混沌道体 神鬼不心 其实所谓的妖魔鬼怪 都不过是封建迷信罢了 跟你说你也听不懂 姑娘还是早点回吧 那是什么 明天可以吃俩肉包子了 见鬼了 我钱呢 收拾 系统 神器终于出现了 果然 上天还是见过我的 充值课金才能续命 什么来系统啊 你等我呢 王家提侯别急 放心 休息 你怎么还没走啊 怎么会 一碰到他就会是苏人 拜见城皇殷神 武判大人 我乃大唐千天见李淳风 特此前来 请武判大人出手相助 李道长客去 铲除子丑号老宅之鬼疗 无等分内之事 亦不容辞 不好 封印法真被破了 还请判官大人 给我速去查探 妖妮 放开他 他就是你说的那个强大的鬼疗 看官大人 不要被迷惑 这正是他的手段 不 不管我是 是他主动凑过来的呀 等等 这头颅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陷着跳 原来如此 真是防不胜防啊 没想到我一世英明 居然也能中了这么低级的套路 想坑我的钱 呵呵 我也不有钱啊 现在我可是身无分文了呀 三阳大阵都无法对付的鬼疗 被他轻轻一推就倒下了 蛤 虚虚凡人 如此无礼 判官大人 冷静啊 你可知我是何人 穿着花里扑哨的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走开 我正烦着呢 判官大人 我使不出神力了 我也是 似乎从踏进这小院开始 就无法调动法力了 道长 那这只鬼疗如何处理呀 鬼疗兄弟 想到这些事物相处 那个咱们有事好商量啊 鬼啊 好香 好香车啊 神经的灵气啊 紧紧靠近 就感觉浑身 鬼迷活的 有意思 这小小凡人竟然浑身透着一股 叫人迷醉的气息 难怪能让这方圆百里的鬼怪沸腾 这气息真叫人家欲罢不能呢 今天我一定要吃掉它 天哪 攻击 没想到这地方还有这么精纯的灵气 啊 啊 竟然迎来了万年贵王 我的法力没有了 看看跑不了 难道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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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哇 哎 哎 天还没亮呢 将军救救我 小狐狸别挡路 你是想跟我抢食物吗 没 没有 什么啊 什么时候 啊 算了算了 今天还是早点出谈吧 这破系统要命又要闲 真是倒了大霉了 哎 哪里来的小姑 你猜猜狗 快打开你的臭脚 啊 放下啊 来 先给我摸摸 摸摸就不动了 走开了 不要走 摸摸摸摸 嘿嘿嘿嘿 嘻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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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 你少女 ,你少女 我这黄金右手的功力 不见当年呀 哎 狗子 我现在穷得叮当响 你还是另找主人吧 我现在可养不起你 善人到底何妨神圣 昨晚一生误斥 瞬间灭杀徘徊 不让我堂堂清酒狐仙 打回原形 方才的鬼王 连面都不敢露了 而且他方才 只是窝了窝窝 我停止百年的羞维 竟一面有突破的迹象 他就是所谓的隐世大能 这 这 这是灵犬 我 我又要突破了 还没走吗 是那个鬼王 是吗 怎么回事 突然 我好累 我 伤心 你不能停了 你还没助我飞伤呢 你 狗 你干什么啊 我刚刚那事没吃早饭 滴血糖晕脑了 他 果然是隐世高人 被那合体的鬼流攻击 就好发无伤 刚才他定是假装昏迷 考验我是否会独自逃跑 幸好我够聪明 怎么突然就只剩14个小时了 细统 你还要不让人活了 虽然是我的仙长在说什么 但其中一定运含了某种大道 不过仙长的腿不挂剑 我实在必得 请师父明示 昨日徒儿在那子丑号宅布下的三阳大阵 被人锁破 此时该如何应对 昨晚那位高人已经削弱了此丑号宅那只鬼王的实力 不如将他一举拿下 遵命 弟子这就去请城隍阴神武判官一同驱鬼 还京阳县太平 可破三阳大阵的高人哪 不知是否有幸见上一面 我竟顾不出这人的来历 难道修为远超于我 兄台 我看你印堂发黑 必有大灾啊 你不是在看首相吗 怎么又说我印堂发黑啊 古算之法千百种 都是同元同本 不要拘泥于形式 那我该怎么办啊 兄台莫慌 只需将这诸仙莫宝挂在家中 保管你百毒不侵 不要九九九 不要八八八 只需十两银子便能带回家 哎呀 是沈道长啊 我家夫人中了鞋 就是她帮忙救回来的 大傻 眼气不错啊 给你加钱 瞧我的吧 哎 你们可是不知道 我家夫人招惹得不干净的东西 要不是沈道长 夫人的命可就保不住了 道长他呀 厉害呀 真神仙啊 好好好 神道长 我又一幅字 好嘞 谢谢各位 慢着 这位小神仙 师臣何处 可有身份度蝶 于何处修行 身份度蝶 那是什么 小小年纪不学好 连身份度蝶都没有 定然是个江湖骗子 老夫今天就要替天行的 灭了你这个行业毒瘤 喂 死老头啊 你谁啊 你管的哪门这些事 老头 你是不是找事啊 怎么 还想狡辩 你这个不学无术的骗子 东西可以乱吃 话可不能乱讲 拿不出证据 我可就告你北方了 小兔崽子 连杜蝶身份都没有 还敢问我要证据 袜子曲鞋本来就只是图个心安 哪条法律规定 必须要有造门身份 才能摆摊卖字 即使是卖字 为何还找个托儿 来为你夸大宣扬 我袁天刚乃学门正道弟子 最见不得你这种神棍 袁天刚 我还李斯明赖 说我是神棍 你不也假冒名人 无耻小儿 难敢知乎圣人名讳 你修得招款 你这老头说不过 就要动手打人了 歪门邪道 一事便知 看我玄门正法 君子动口不动手 救命 我的法力呢 好啊 你这老骗子 还什么玄门弟子 定是嫉妒我这生意红火 故意来砸场子的 对对对 大伙可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这老骗子给骗了 不可能 老夫几十年的修为 竟无法施展 难道是 他的境界比我更高 我沈长青做生意 凭良心 大家伙可不要被这老骗子鼓挥 上了他的当 对对对 沈道长这次 物美价廉 同搜如漆 谁用谁知道 臭小子 我跟你拼了 就算使不出法力 我也不会让你继续 坑骗百姓 老东西 事到如今 你还发什么疯啊 等等 这事和我竟如此耀眼 拉到后面 玄之又玄 这字 好强的一股道运未能 太不可思议了 你 自老头 说访话 故意恶心我呢 就想耍什么霸气 晚辈有眼不识泰山 请高人海涵 干什么干什么 想碰瓷吗 大家可都看着呢 我可没碰他 你这老家伙 刚才还口口声声 诬蔑沈道长 现在 总算是被沈道长的 神通蛰伏了吧 原来这老头见识无妙 在找台阶下呀 正好 我也趁机树立一下 高人形象 无妨 本道 不 本仙 不会与你计较 你也是个修道之人 难道不明白 什么是因果报应 仙 仙 能管 我看他如同凡人一般 就能轻易压制我几十年的修为 果然是仙人凡谱归真之境啊 幸好刚刚贵得及时 小老儿 你且听好了 凡人命中结束 乃是天地 我要是随意帮他们化解 便是逆天而进 但我象征性地收一些银两 这就是有了善音 再帮他们肚结 便是结善果 这便是遵循天道 天理昭昭 因果 说谢仙长教会 正所谓天理昭昭 因果循环 这大道质简 是我着了相了 白修了这许多年 好家伙 业绩这么好 要不要给你搬个奥斯卡小金人啊 仙长 此物跟随我多年 不知能否再把刚刚那幅墨宝 借我参悟几日 啊 一块破石头有啥用啊 破石头 这补天石 已经是晚辈身上最珍贵之物了 我不盘石头 有没有更实际点的东西啊 比如 你这身衣服 看起来还挺值钱的 好耶 多谢前辈传道 沈道长 那是我的字啊 别急别急 都有都有 看 屈邪必凶 更适合你 好好好 我就要这个了 谢谢沈道长 今天要大风收啊 给我来大锅 我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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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给我 哎 与此同时 沈唐青家都 这地方的鬼王气息怎么比之间更强大了 探官大人默疾 我师父已到京阳县 这就请他前来相助 你道长 小心 妖孽 莫要堂皇 道长 快 就趁现在 开机遇见绝 挑选扶珠 急急如律令 去 什么玩意儿 差点砸着我 我说 你们跟我家叉加的 高 高人 快离开那儿 我搞死了房子啊 你们两个还仙刀的 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是不是昨天没额到钱 今天趁我不赛来搞试试吧 高人 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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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休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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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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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佛京阳县数十年的贵王 竟然被他修奸狱协多贵自己 不妨误谤高人 那明明是先技 吓到李淳风 要问高人曾好 大唐李淳风 好家伙 和那自称袁天罡的老骗子 怕不是一伙的吧 在下城隍阴神 武判官 连城隍阴神都出来了 高人海寒 先前多有得罪 这次多谢高人不尽前嫌出手相助 大唐民风还真是淳朴啊 短短一天就能遇到这么多骗子 我何都何能啊 本人师承马力 不信怪力乱神 不管你是什么城隍阴神 还是天王老子 就是大罗金鲜来了 弄坏小爷的房子 也被给我赔 什么 你们是下公俩 还是私俩 高人这啥厌 这俩才是 平人怕是专干新人跳这档黑心乱卖 我这 也算是劫不济平吗 这私俩嘛 赔我个几百两银子 小爷就放了你们 勾两的话 便是我报官 你俩不仅要赔我钱 还要被关小黑屋 准备啊 怕不怕 走吧 高人好像把我们当成骗子了 先别说那么多 高人此时正在气头上 先掏钱为妙 事局事局 你们那妙里的香火钱应设不少 咱凑凑 你俩在那地固啥呢 到底给不给 哦 给给给 高人息怒 我俩身上就这么多了 要实在不行 我们留下给您修缮房屋 将功底部如何 好将功 原来是两个雄鬼啊 看你俩这不太聪明的样子啊 往后可别再走这种外门邪道了啊 正所谓 君子爱才爱取之有道 呃 哼 修好我的院子 不许偷懒 待会儿我来检查 应该谈一谈今天的收获了 一五五五五五五一十 除去这块破石头 今儿个 一共赢余二十两 嘿嘿 不用挨饿了 七头八八 等一下 我的钱 手下留钱啊 哎 达成两党手中抢力 点击甘心补销 呃 又是啥 哇 红天眼啊 我亲妈妈 终于给我开外挂了 啊 啊 坑爹的这是 给老婆说 剩得当饭吃吧 啊 果然在普通人 玩不起科兴游戏啊 李 李淳风是吧 啊 那个大胡子走了 嗯 啊 既然门都不好了 你也赶紧回家吧 啊 胡仙人大人 啊 昨晚那狗 小狗狗 你怎么又来了 竟然还给我带了礼物 那个高人 他不是狗 是狐狗 你去闭嘴 等我说话 你就死定了 嗯 啊 你在跟我说话吗 没事没事 哈哈 你这小东西 还挺有灵性 还值得够带吃的 那就勉为其难 留下你吧 嗯 以后 就教你小白怎么样 啊 啊 啊 哎 姐姐 等等我 父王病情又加重了 我们得尽快找到 能够为父王治病的高人 小青 你看那是什么 你感受到了吗 那药眼睛光中 有一股射人心魄的威力 啊 若不是有仙人灵凡 又或者 有医保出世 走 咱们下去看看就知道 好饿啊 前前都被系统吞了 这日子没法过了 系统啊系统 你这样搞 没得你谋杀我 就想饿死我了 啊 什么声音 这声音 怎么隐隐有一股 灰色蓝蜜的感觉 哭哭体内的发力 竟然在废腾 有个压抑不住的冲动 这屋里的人类气息 好生特别 吃掉它 必须吃掉它 又是你 师父王两只北 已经被仙长打散了合体 还敢出现 还敢出现 搅扰仙长休息 师妹王两只辈 还敢出现 搅扰仙长休息 好 好可怕的鬼子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姐姐 快看 好强的妖怪之气 这小小的惊养线 怎么会同时出现这么多强大的妖母 大人 可放妖妖 敢敢扰乱凡尖 妖妖 在我真龙面前 还不服手就擒 敢敢扰乱人间 愤错 这便带偏行方 哪里来的四脚蛇 装什么装 龙妖 要不要跟我合作 一起干掉这臭狐狸 狐狸的狼人 黄狸人一半 你说什么 老臭狐狸 这本作可是金丘狐仙呢 等等等等 他想扔仙长 我去死 姐姐 这狐狸 好可怕呀 怎样 你们也想 多打一架吗 四脚蛇 大胆狐妖 难敢辱我龙族 寻雷正宝 朱邪陈恶 天赴雷斯 施令 我雷呢 雷法失效了 我真是不准备 仅仅只是靠近这屋子 便是我法律静视 天呐 就连那传说中的龙虎 在高人七级笼罩之下也无法深战渗透 我要拜他为师 你一定要 哈哈哈哈 在仙长的仙府之中还想妄动法力 你这四脚蛇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发不清张 破魔成杖 施令 阿威天龙虎 尽身地藏 施令 可恶 我的做法 竞争也一个都无法施展 还不及 不吃的家伙 根本不知道仙长修为有多高深 小狐狸 你且住手 现在求饶 是不是有点晚了 哪个没素质的 叮叮响哆哆哆 天天半夜在外面闹 不想睡 刚才都别睡了 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 你能闹够了没 别以为这年头扰民不犯法 你不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放下 妈呀 今天大概是太累了 都出现幻觉了 肯定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 宰一刺 我他用奴杀了呀 小白 小白你的撕狗 进来这么多人也不叫一声 到底何用啊 啊 小白 我狗 主人 是他们 凡人 离远点 我可是在救你性命 莫不是你们偷了我的狗 走 都跟我去见怪 这究竟是什么宪法 阿剑一触不漏 我便感觉全身法力沸腾 不受控制 愚蠢的凡人 本尊乃是东海龙族公主 若非我及时出手 你此时只怕已经命丧狐妖之口 小妹妹 偷我狗 还敢跟我猴鹤 什么偷狗 我没有 说废话 龙族公主是吧 狐妖是吧 跟我面前 活这种伎俩 在下也不装了 无奈唯物主义的信封者 现代文明社会的守法公民 全国少儿拉丁舞的比赛亚军 坏蛋 放开我姐姐 小琪 不要 开个反抗 狗 狗人玩龙了 主人好生威武啊 我修行多年 近日算是开了眼了 传说中的修士大能也不过如此了 擅闯民宅 扰人轻盟 还偷我小狗 别以为你们是女人 我就会放过你们 快说吧 给我狗藏哪儿了 现 县长 狗在这儿 你干啥爆出来的 下人会吓死人的知道吗 县长修为高神 小刀想 小刀想 小刀想请县长输我为徒 传我无上妙法 在说什么鬼话 那金光是什么 为何让我感到一股心惊 黑山大王让我来探路 没想到这九转阴鬼的地盘 竟真有宝物 要是带回这宝物 黑山大王一定会让我成为 四大妖王之首 仙长 您若不是我为徒 我便常归不起 仙长 家父病重 您一定要救救他 李道长 你就别闹了 我一个寻常人而已 哪有什么妙法传给你 是于你们俩 说什么魏父寻要路过死 又跟狐妖鬼聊交纏什么的 这故事 编得也太过了吧 行了行了 天都凉了 别耽误我出贪赚生活费 各位 各自离去吧 姐姐 她为什么不相信我们 小道理淳风 幸会幸会 想不到 那狐妖精是仙长惯养的宠物 是算了 开探了 开探了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 沈大师 请帮我算算我和戈壁村张伯妇的姻缘 沈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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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的 先看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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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尊老爷驾到 别看了 别看了 闪开 都闪开 本官今日街道举报 说有人在街上坑蒙拐骗 那人可是你 胡说八道 哪个贵人在告得状 有本事 让他出来 放死 高人 高人 不好了 快看那边 四丑号宅出大事了 那个方向是永乐房子 丑号老宅吧 这鬼气冲天的 大白天的那鬼妖 怎么就开始落头了 快看那恐怖的阴气 这鬼妖能残聚此地多年 果真恐怖如此 你闻认真的吗 天空明明一片晴朗嘛 大胡子 你啥意思 闲得没事跑来 哪有开心啊 宝物 宝物 你在哪儿 快不出来跟我回家 奇怪 宝财明明亲眼见到 此处宅院有金光大帽 怎么会找不到呢 快来看呀 沈道长要现场表演捉鬼了 当真 这得去瞧瞧 沈道长想真的捉到那恶鬼 我定要买他两副色 挂家里镇宅 太好了 太好了 神仙长回来了 神仙长回来了 我相信你不是那招摇撞骗之辈 高人 想要触摸 你挺好 什么 神仙长 你不太好 你也不太好 你不太好 你不太好 护着吃饭的招牌 可就咋了 老板还得被那仙太爷 拿去蹲大老 只能跑 虚空上这系统生存倒计时 我真就死定了 有什么能用呢 有办法了 说不定既能企图骗子的嫌疑 还能窃期发一笔横踩 还好穿越的时候 随身的物品也都跟着带了 我记得 存了不少电影来着 让我找找 这是什么声音 小孩子别提 那时候法剑 竟能自己迎创这法 找到了找到了 可惜 这古代没网络 这玩意儿 现在除了拍拍照 也百砖无异了 本座的眼睛 本座的内弹 这凡人修士明明是发现了本座 却不出船 原来是在等本座放松警惕 而会用此高深重法攻击本座 凡人心思 果然呆动 神道长 拖延时间是没用的 你若再不出来 夹差 可就要进去拿人了 来了 你们不是说 我这慈丑好鬼宅 被鬼寥盘踞多年 无人能破 今日我审查清楚吗 这宅内恶鬼 已经被我生擒 恶鬼 恶鬼啊 好强大的怨劫 今儿来的酒庄会更加喧嚇 大家不要害怕 死恶鬼 你被我供应在宝剑之中 不会围惑人间 你们瞧 我让他往前就往前 让他往后就往后 怎么样 本先没有骗人吧 无仙长大能 铲除恶鬼 维护藏生 功德无量 多谢仙长 仙长威武 静阳县的大恩人啊 为何这宝剑 忽然会暗下来 天机不可信 你们今日亲眼得见会武 沾染了他的阴气 往后恐怕家宅难安啊 道长 请务必赐我莫报 官老爷也不能插队啊 我先来的 我一大早就来排队了 怎么这么多人 金丑浩宅来了位高人 这些人都是排队 求赐保家镇宅的 真有那么省啊 快走快走 去晚了就抢不到了 仙道人就是好啊 仙子写到手都肿了 还赐我莫报 怎么说话呢 那叫真气充盈 终于写完了 今天辛苦各位了 留下这个便饭吧 我先进屋收拾一下 太好了 仙子 仙长让我们留下吃饭 是不是认可我们了 本无仙怎么感觉要失宠了 有钱了 用不用在系统面前装棍子了 你现在是科技玩家 我吗 这时间 妖气没了 难道是高人出手了 到时候的银子还没误热乎呢 又变成了穷鬼 一口气喝了128两 这下 终于有了十天的喘息时间 但用这份128两的手中档的奖励礼包 等开出个SSR 哇 独发肥皂制作法 这玩意儿可是个好东西 这个年代 普通人家的清洁都用躁斗 那玩意儿难用得很 效果还长 肥皂一出 岂不是降维打击 还原滚滚啊 但这肥皂光是制作 就要至少十天 还是得先向其他赚钱的门路 过渡一下 先是正法 又是金光 这人类真带毒 奔作狠啊 什么东西 好大 这鸡啊 这古代原生态环境 这么好的吗 也新能这么大哥 那现前屋子里的动静 是你搞的呀 个人的家伙 不知道被困在这儿多久了 顶时饿晕了吧 还好你遇到了我 我这人善良的嘞 平时遇到花花草草 都不忍心践踏 高人难道打算复活这妖王 万万不可呀 若是犯规 祸患无求 高人胸襟广阔 对妖物已有大爱之心 若仙长真能将这妖王复活 治好父王的病 也一定不在话下 对 治好父王 不在话下 大妖之肉不满妖气 是剧毒之物 这可是堂堂妖王 高人这是要吃它吗 各位就等了 尝尝我的手艺 嘎嘎香哦 高 高人 我是出家人不识魂星 高马 我中得减肥 姐姐 我不想死了 小婧别怕 既是仙长所赐 怎敢拒绝 姐姐死后 一定要让仙长 授予救治父王之法 小白 你这狗东西 客人还没吃呢 给我把大鸡腿拖出来 无仙前辈 竟在为我们一身试毒 我已经好伟大 小白 你怎么了 虎仙前辈 毒发神亡了 他活着 这啥表情啊 怎么看着 还有点享受 好舒服 感觉浑身都被灵气充满 不愧是主人 亲手靠的妖王肉 没 没死 那可是传说 连神仙都会被堵死的妖王肉啊 来吧 今天帮了我一天 可不能让你们饿着肚子回家 快吃点尝尝 要不我们试试 这烤机里阴含着如此磅礴的灵力 我感觉自己好像马上就把飞升了 是啊是啊 我的身体也躁动不完 我全有的力量快要溢出来了 这火热 躁动的感觉 我把持不住了 不要 不要再突破了 我的身体受不了了 这把音不错嘛 以我这种现代厨艺 这些古代人 可能是一点也顶不住啊 仙长 东力求仙长赐药 救我父王 我与妹妹此生 愿意在您身边当牛座吗 都说了我不懂医术 这光亮脑子 打得不及事呢 东东 白宋的美女服务员 可以帮我开店啊 这样吧 你们俩 留在我身边帮忙 到时候挣到了钱 有了银子 就能给你父亲治病了 你看如何 全凭仙长安排 这头猫鸟 让他前去打探情况 怎能磨叽 俺都等饿了 太阳当孔罩 花儿对我笑 小鸟说早早早 你为什么背上小腿房 你听 仙长唱的是什么拳 为什么牵起来 是大刀云律啊 感谢仙长恩赐 快快抓紧时间悟到 不可浪费高人心意啊 一个个没见过世人的样子 自从激活了这个破系统 每天就像有把刀架在脖子上 这还是第一次睡到自然醒啊 不用担心生存时间归零 从细党爆出来的奖励来看 能最快时间盈利的 只有蒸馏酒了 还好我会一手现在厨艺 在百个路天烧烤摊 卖点烤鸡烤鸭什么的 还可以让东霖和小亭当门面 美女啤酒小烧烤 我就不信 这些古人低胆的猪 仙长 今日请敬请吩咐我们 这俩小妙 看来是真铁了心要给我当女仆了 既然如此 那就给你们个任务 拿着这些钱 去给我打些酒来 好的 仙长 记得别去酒楼 往酒寺都逛逛 要便宜亮大的 对了 再找几根品相完整的竹子回来 这玩意不花钱 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 放心吧 仙长 保证完成任务 道长若无其他事 我也该回城隍庙去了 此地所发生之事 许尽快向城隍大人禀报 还演哪 如稀挺身 你演员能自我修养之门课 一定是专业抵义 你也去 不不不 小道法力敌威 请前辈准许我跟在您身边学习 既然如此 你便先跟着我吧 多谢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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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快来看看 都是好货 多谢前辈 多谢前辈 有没有搞错 卖这么贵 是算了 现代人能喝上便宜的白酒 是因为科技与狠国 挣五酒好是好 但我现在的资本不够量产啊 算了算了 还是先慢慢考压 积累一下创业资金吧 前辈为何却如此执着于 银钱这些身外俗物 俗物 那我考考你 那 在你眼中看到了什么 一位贵妇人 常人眼中看到的 仅仅是她绫罗满身 但人们看不到的 恰恰是她身上这些俗物 所代表的世界的本质 俗物与世界的本质 就拿黄金来说吧 黄金 乃是环宇诞生之初 天地四方之前 古老星辰碰撞 幻灭所残留的余晖 被永恒的虚空 带到我们这个世界 与九州龙脉共存 不知道几千万人 而我们呢 不过是将其挖了出来 做成装饰品罢了 你们只是看到了 表面而已 殊不知 她与天地同碎 与世界同源 如此 还是俗物吗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其小道目光浅薄 见物失物 无法朝脱世俗 多谢仙长指点迷津 像样 吃我一剂大呼耀 乖乖给我当烤牙店保镖吧 事不相瞒 小道境界已经停滞不前数年 刚刚经仙长点拨 只差临门一脚 还望仙长成全 既然你这么成心 那我就指点你一下 普通功法肯定是无用了 你试试我这个口诀 小道席而公听 人生价值两方面 真正体现在贡献 实现价值创条件 走出享乐与金钱 理想开创一片天 艰苦奋斗 济心间 人生价值两方面 真正体现在贡献 对对对 就是这样 高人短短几十字 令我心境大为广阔 困扰我三年的心魔 终于消除了 多谢高人 让我大车大巫 这三十字真言 我定会牢记 实时送辈 如此可笑也 我这可是一千多年后的 心境思想 慢慢误去吧你 这小子 看起来一副大聪明的样子 小爷有在家把火候 彻底让他蒙奸 李道长 你既修行多年 我再问你 这世间神通万千 皆可正道长生 可为何仍有那么多人 争着想当皇帝 而非求仙 陛下自然也是想求长生的 只是长生何其难 我等修行中人 逆天而行 也不过只能严授十数载 长生而已 又有何难 我若是从今天算起 也算是活了一千多年 仙长果真是仙人下凡 不是神仙 谁能活千多年啊 敢问仙长 小道这修行之路继续走下去 是否也能如仙人一般 得到长生 语文上钩 别对我不敢说啊 但你要是跟着我修行两三年 自是不成问题 这么说仙长愿意收我为徒了 我一般不随便收徒 但今日看你还算有点天赋和潜力 便勉为其难 收你做个实习弟子吧 且看看你往后的横心和表现 师父在上 受李淳风一拜 行了 这么多人看着呢 怪尴尬的 好了好了 别在这儿处着了 身为徒弟 你就先帮我一世拎练东西 师父 买这两只鸭子是要烤来吃吗 这可是为师发财致富的法宝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沈先生 这就是我按照您的要求 制造出来的烤鸭炉子 您看怎么样 师父手艺不错嘛 这才半天的功夫就做好了 小李子 接下来看你表现了 这是劳务费 请收好 这可使不得 小人哪里敢收 先找您的钱呢 请收下 我不能收 请一定收下 大师 有需要再找我 下回你再来买字 一定给你巴掌优惠哦 哎呀 这唐朝鸣风还是纯朴的 这钱像花还花不出去了 姐姐 仙长要这么多竹子干嘛 道掌行事自有其道理 莫要多问 快些回去吧 免得仙长久等 有妖气 好浓郁的血行为 小青 这院内必是有妖物作乱 我们进去看看 大胆妖孽 大白天胆敢在这人间行凶 虎妖 修行不义 为何无故伤人性命 哪里来的小妖 也敢叫本王做事 这 不知死活 姐姐小心 本来 你是想尝尝本小姐的厉害 口气不小啊 打扰本王用餐的兴致 你们可想好怎么补偿了吗 找死 莫及莫及 已经差不多快好了 没想到师父除了修为 深不可测 连厨艺也是这般了得 东力和小青 怎么还没回来 这天都快黑了 买个酒水也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吧 沈仙长李道长快帮帮我 石立庄出大事了 现存大人 慢慢说 出了什么事情啊 石立庄 石立庄闹妖怪了 红家老宅一家三口全部惨死 啊 闹妖怪 你认真的吗 这红家 去除老鬼许久了 家里的人 陆陆续续都无故生亡 周围和他们来往的邻里 也都会遇到各种到为善 沈仙长不瞒您说 这几年红家确实是死了不少人 我们官署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没想到又出了这档子事 现在人心惶惶 沈仙长之前捉鬼之大能 我们有目共睹 还请仙长出手 帮一帮这靖阳县的百姓吧 先尊大人勿忧 有我师父在此 什么妖邪的不作为惧 是吧 师父 快闭嘴吧你 这可是命案 瞎咽成个啥呀 先尊大人 这是我的记名徒弟李淳风 对于降妖除魔 颇有些心得 这事儿就交给他了 我也考验考验他的本事 多谢师父给弟子机会 弟子定不如使命 这小子又在发什么甜啊 玄千宝剑 妖魔险刑 这是 是黑山老妖 李道长 如何了 可是察觉到什么不对的 是诅咒 来自黑山老妖的咒法 这处院子就是诅咒的中心 难怪这弘家族人 陆续惨遭横祸 行了 行了 越说越离谱 什么黑山老妖 你看你给大伙下的 还老妖呢 这伤口 不是很明显是猛兽所为吗 还道你会降妖出魔呢 真是说你胖你还转上 原来如此 是我莽撞了 不该在百姓面前 谈论鬼神之说 使人心红黄 是否洞察人心 连这般细节都注意到了 瞧瞧这伤口 也不知道是豺狼还是虎豹所为 却是兽类所化的精怪所为 是否会一眼如俊 一眼就抓住了重点 哦 对了 沈道长 方才情急忘了说 有百姓目击 说看到先前在你家的那两位姑娘 此时被妖怪叼走了 都说了 没有什么妖怪 是猛尚猛尚 等等 刚才你说谁被叼走了 先前 在您家的那两位姑娘 愣着干嘛 召集权先练户 快 姐姐 我不想死 小琪 别怕 仙长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什么仙人者 虎妖 我劝你放了我们 我们可是东海龙王之女 这 护谁呢 爷爷我还是黑山大仙 手下四大妖王之首 就你俩这小趴菜 要真是东海龙族公主 修为怎么这么弱 我劝你们老老实实的 本王当个侍妾 本王不会亏待你们 姐姐 我不要当侍妾妾 县尊大人 我们发现了数处大虫脚印 那年初应该没有跑远 仙长 这妖 这猛兽凶猛异常 还喜欢吃人 咱们还是不要让猎狐们冒险了吧 嗯 道长这是哪里的话 咱们都是很有经验的猎狐 这座豺狼虎炮 我们见多了 是啊 去年我们还一起打过老虎呢 根本没在怕 好 树叶有专攻 他们应该没问题的 小李子 你就老实看他们表演吧 希望多利和小金 现在还安全 要是出了事 我可不好跟他们家人交代 这里 找到虎穴了 大家快跟上 先查探一下周围 是否还有其他出口 县尊大人 沈道长 我们刚刚查探过了 这洞穴周围没有其他出口 很好 你们过来 听我说 我先这样 然后再这样 等等等等 等等 好重的血腥气 悬天宝剑 检测一下周围的妖气 果真是这大妖 以我现在的修为 恐怕不是这虎妖的对手 无论如何 得将这虎妖拖在这里 不能让他在下山害人了 天原地方 日历九章 如今夏美 万鬼不曾 干嘛呢 小李子 大侠都在忙活 你也快过来帮忙 师 师父 我的施法不振啊 好好好 可抓人老虎 你爱怎么施法 就怎么施法 到时候为师 再教你几招仙界的法术 师父此话当真 当真 真的不能再斟 啊 外面有动静 难道是仙长来救我们了 师父 这 这样真的有用 嘿嘿 有没有用 待会儿就知道了 小老虎 快起床了 什么声音 竟敢惊扰本王 王 什么虎妖出来了 我的娘嘞 这大虫是什么长大的 这体型也太大了 小李子 别怕 按我刚才教你的 扭起来 好好 这牛长得也忒带劲了 崔玉 我家养了两条龙 要不要跟我回去看看 做本王的女人 这座山都是你的 死不住 我 小弟们 趁现在 放补兽王 弓箭手 给我瞄准了 一波齐射 该死 卑鄙的人类 哇 师父 我还在这儿呢 末世匹毛 见识都无法轻易揣透 这匹毛 市场加帕子普通老虎皮的十倍不止 什么 这虎皮屋子之前 那可不能上了这匹 愚蠢的人类 我妞呢 胡 胡兄 哈喽啊 我真没想骗你 我杀了你 师父救我 呀 放开那男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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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厉害啊 真神仙呀 是 真的是开了眼 啊 神道长 真乃神人哪 不仅至谋了得 武力值也这么高 哪里哪里 过想过想 还是得高县尊大人指挥有方 哈哈哈哈哈哈 这狐妖练就了一身钢器 皮毛如钢铁般刀枪不入 原来师父早就知道这一点 趁机寻找这老虎的弱点 呃 这后庭便是这狐妖唯一的弱点 难怪师父一剑便能破防 啊 对了 东霖和小青在里面吗 神道长莫及 刚刚我已派人进去找寻了 县长县长 县长 多谢县长救命之恩 哈哈哈哈 好了好了啊 你们没受伤就好 没事了 我们回家吧 回家 大家快来瞧一瞧 咱们金阳县的打虎英雄回来喽 十里庄猛兽十人爱 顺利告破 神道长昨夜上山围猎门虎 一剑便举了这大同性命 为我金阳县除此大害 大家好啊 快点 好俊强 神尊大人 您看我冒着生命危险 为咱们金阳县百姓除此死害 政府是不是应该表示表示啊 表示表示 神道长的意思是 那洪家大宅如今已是无人 正好我想租个大一点的院子 做点小生意 不知 哎呀 神道长忽悠我靖阳县百姓 这宅院官服做主送给道长便是 嘿嘿嘿嘿 县尊大人办事果然大险 待会儿我写副驱邪镇宅的寺赠 赠予宇县大人 还请不要嫌弃啊 嘿嘿嘿 多谢沈道长 那个我可不可以多要了福 好说好说啊 洪家老宅 对了 那宅在先前查探 被黑山老妖下了诅咒 祸害了洪家全族 师父怎么会想要搬去那里 以师父的慈悲之心 应是为了避免普通人住进去再受灾祸而刻意为之 嗯 定是如此 师父品德高尚 是为表率 身为弟子 我也当如此 多谢县尊大人 改日在登门拜访 请老哥好好喝一杯 老弟客气了 若是接下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来衙门找老哥啊 好嘞 东霖 小李子呢 刚刚不是还在队伍里吗 这是又跑哪野去了 仙长 李道长方才说 要去洪家老宅 来替您清楚诅咒 现在 应该已经去了十里坡了吧 行吧行吧 随着去吧 趁着天色还早 随我进屋 给你们看个宝贝 怎么回事 这阴气为何比之前强了十倍不止 徐师先前有师父在此 掀气镇压了此地的阴气 我才没有察觉 现在这些阴气都快凝成实质了 难怪那些洪家人 近些年都陆续连袭死亡 常人若是住在这里 不得就阴煞之气不断侵蚀 杨树方才因此断绝 寻天宝剑 怎么回事 竟然自动运转了 这是 聚阴阵 黑山老妖的聚阴阵 这老宅地下竟然藏着一座古墓 以这古墓作为阵眼 极具地脉阴气 是洪家宅院正处在阵法中心 还以为只是简单的诅咒 不好 师父杀了那黑山老妖坐下妖王 那黑山老妖 正朝此丑号老宅放上去了 先长 这就是你说的宝贝 当然 这里出来的东西 可不是你们这个时代的酒水 所能比拟的 称之为鲜酒也不为过 鲜酒 公里 将这些买回来的散酒 再添一些到真锅里 小心 再添点柴火进去 是 先长 先长 你以前真的在仙界中生活吗 那里长什么样 我以前生活的地方啊 有很多几百丈高的大楼 还有许多 不用马拉便可以移动了车 仙人 哼 杀我坐下妖王 我倒要看看 你这所谓的仙人 到底有几荆棘啊 真的是先酿 嗯 紧紧闻到这酒香味儿 那浓郁的灵气 就直冲天灵干 嘿嘿嘿嘿 这度数也就一般 还没达到我的预期 先酿什么的就过誉了 哦 度数是何意 仙长的意思 是还能酿出更好的酒 这小子看起来普普通通 并未感受到他身上有法力的存在 蛮山怎么可能被这种普通人杀害 一定有古怪 沈道长真是仙人啊 哎 你知道吗 隔壁家赵老啊之前不孕不育 后来买了他的一幅字 都快升三胎了 哇 沈道长的字除了驱邪镇宅 哎 还有这奇效 对呀 仙长当然是无所不挠 今天我一定要求到仙长的一幅字 那老头在干嘛 喂 老爷子 你也是来找沈道长求字的吗 老先生 不用爬墙头的 直接进去就行啊 沈道长很亲民的 哇 仙长好厉害 沈仙长 你回来了 嗯 两位找我有事儿 我们 我们想购买仙长的墨宝 嘿嘿嘿 原来是上门求字啊 好说好说 我这字绝对价格公道 两位这字有什么要求啊 就是 就是上次您给赵老二的那个 赵老二的媳妇 现在每天都被他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啊 你是说赵老二家的那个母老虎 我的字效果这么好吗 嗯 我只是听赵老二 强身健体 有条件的在于嘴边牛边腐质 方有其效 哎 仙长不必前选 在咱们静阳县 上至八十老嫂 下至三岁奶娃 没有一个说不好使的 刚才 我们还在门口 看见一个老头正趴在您墙头上 老头 哎 那老头呢 你们是在找老夫吗 不好 是黑山老幼 哎 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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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怪我的房丁 蛮混蛋 小子 小子 你可知老夫是谁 这妖气好生强横 来这儿不善 小青 待会儿若是打起来 你只管带着仙长回东海求援 我在这儿拦住他 不 姐姐 我来挡住他 你带谁找走 哎 谢谢 老头 你妈没告诉你 怕人家屋顶很不礼貌吗 我可要告诉你 采坏的每一块瓦片 都得按价赔偿 这一架 挺为毫无法力拨动 看得我不仅没有丝毫害怕 竟甚至还有点想打我的样子 还是先不要冒人出手的好 先试探他一番身奸 凡人 不顾杀我坐下虎王 你可想好了死法 你说这玩意儿 我可告诉你 这年头可不行都无保护法 而且我可是跟着县尊老爷上身裂的这虎 是合法的 还不至于判死刑 那我明白了 老头 你是眼红我这张品相完好的虎皮了吧 找事之前 也不先打听打听 爷爷我是什么人 赶紧给我下来 给我方顶踩坏了 县 县长 那是黑山老妖天妖级的存在啊 什么老妖天妖 你个老东西 还站在上面不动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 不仅仅半天了 师父 小心 黑山老妖妖发飙了 偶尹 你也敢对我不敬 我要把你做成人皮骨 抽出你的灵魂封入骨中 为人敲击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我的娃儿 完了 先生 救命啊 救命啊 老头儿 知道错了就好 倒也不必行如此大礼啊 我的法力呢 我法力 没了 膝盖 好痛 哦 我可没碰他啊 不关我事 啊 黑山老妖都给跪了 哇 谁敢玩嘴 谁敢离开 刚刚是不是警告过你 叫你小心别帅着 那虎皮不能给你 看在你这么诚心认错的份上 我就免费送你一副字 凡人 竟敢羞辱我 我杀了你 别激动 来 拿好了 算我尊老爱又捐赠的 屋顶也不用你修了 这 这是 你干啥 我都免费送你字了 你不是还想要碰词吧 就是就是 历长 明明是我们先来求字的 这老头怎么发队 大家别急 无必与到计较 都有都有 尊老爱幼 是咱们静阳县百姓的优良传统 各位说是不是 是 真是不知天高地好 在仙长的府邸还想妄动法力 就算你天妖级的实力也不行 他 当真是仙人下凡 怎么可能 他明明毫无法力气息 仙人岂是你一凡间妖物能知晓的 看看你现在这弱不经风的样子 还不如人类的三岁孩童 这还不足以证明吗 我要宰了你 我踏踏黑山大县 这封天地的主宰 死大妖王都要奉我为尊 我一定要血洗这静阳县 将此地变为人间炼狱 我要血洗静阳县 将此地变成人间炼狱 不许 也要法射魂术 小子 这都是你逼我的 今日我就算是死 也要拉上几个垫背的 喂 你这老头疯了吗 说什么胡话 你要是真想要那张虎皮 拿走便是 莫伤人 看这小子这么紧张这龙妖 莫不知他们之间有奸钱 他 再不放人 我可就不客气了 死变态 我忍你很久了 求你 好 冬离 冬离 小姐 你不用害怕 那老变态被我打跑了 姐姐 你没事吧 刚刚吓死我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刚才怎么了 小脸蛋 老头怎么样了 快死了吧 我觉得 要不要找大夫再抢救一下 完了完了 这下完了 好好地 怎么就闹出人命了呢 还是师父厉害 轻松就解决了大妖怪 黑山老妖 真乃是天大的功劳 小点声 你是想害死我呀 这个老头可不是我弄死啊 你可别瞎说 嘿呀 沈仙长 那黑山老妖 乃是青天剑通缉榜上 排名前二十的大妖 如今被沈仙长手刃 实在可喜可贺 这 这 他红花是什么情况 官府衙门 已经出了公文告示 这黑山老妖 被沈仙长 以雷霆手段击毙 特赐嘉奖 沈仙长留步 我们就先回去了 下人们 谁懂啊 我这一天就带了两次大红花 我和你们说 刚刚在仙长的院子里 要不是我出手 后果不堪设想 好 爱狗子 你说是不是 当时你也在 没错没错 当时好多人都看见了 哦 真的 当时我看见那老变态 非礼东离姑娘 这才上去给了她一把手 竟然没想到 就这么把她打死 你这狠子 那黑山老妖 其实你能打死的 要不是仙长施展宪法 你现在只怕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原来如此 竟是仙长暗中出手了 我说为什么当时沈仙长的表情都不一样了 对对对 我当时也好像看到沈仙长灵魂出窍 在天上和黑山老妖打得有来有回 小青 出酒了出酒了 注意控制火候 快找个坛子来 仙长仙长 神仙会站着尿尿吗 乖 我们都是蹲着尿的 仙长仙长 神仙长大了也会讨媳妇吗 会 而且一次讨两个 你看 屋里那两个就是 仙长仙长 你有爹过 要是没有的话 我给你当爹吧 你给我管头子 一定要走啊 一定要走 不再考虑考虑 无需考虑 臭渣男 是灵魂 敢挑我就把你从这院里丢出去 师父 我会尽快回来的 这黑山老妖的尸首 必须尽快送回蜀地尸门 好了 知道了知道了 既然要出远门 就这些带着 路上吃吧 啊 师父 这是 一些我做的小吃吃和酒水罢了 你路上注意安全 早去早回 啊 我先去睡个灰龙觉啊 小吃 啊 这是 神 神物 啊 Walking 破了 破了 我突破了 多谢师父 恩此神物 此番回蜀地 定会沿路穿扬师父的神仙尸迹 不孝头殿 人家蠢猫是吧 你先不敢在外面提我 你就此定了 是提了 咱们尸多情犯也就到此为止 赶紧给我爬 别在这鬼寒鬼叫的 大让我休息 好的 师父 这口诀 师父果然是嘴硬心软之人 您别喊赠我仙法 我一定每日用心休息 不辜负您的期望 先长 咱们真的要搬到那洪家老宅去吗 当然了 冯县令已经将这个宅子给我了 原来那屋子太小 住下我们这几个人都勉强 更别说做生意了 可是先长 这洪府老宅的诅咒 虽然因为黑山老妖之死而解除 但大多数百姓仍然视此地为不祥之地 不敢轻易靠近 冬历虽未经过生 但也知道一般开店做生意 都会选在人流众多的繁华地段 咱们选在这里 会不会有点不太合适啊 有道理 看来只能出杀手捡了 杀手捡 就是 好劲 先长 身上的味道真好啊 姐姐 我们到了吗 东霖 小星 我们到家了 收拾收拾下车吧 等过两天咱们搞个开业酬兵大活动吧 到时候咱们就在这门口搭个台子 请几个戏班子宣传宣传 再请几个老皇上老道是什么的 要是再没有 我上也行 主要就是突出怨灵恶鬼什么的 已经没有了 靖阳县十里庄 现在是全大堂最干净的地方 县长是要做法事 你要这么说 那便算是吧 但是记得 不许对外宣传是做法事 不然就没人敢来了 来 拿去接上张贴 人多的地方要多多照顾 机灵点 别出啥岔子 我先进去收拾 记得天黑之前回来哦 我做烤鸭给你们吃 姐姐 仙长突然让我们贴这些 真的只是让我们宣传店铺吗 不对 若只是普通的宣传 仙长为何给我们的这叠帖子 每张都蕴含着强大的灵器 这些帖子可都是神品 仙长这样做 必然有其深意 只是我们道行太前 看不出来罢了 总算是贴完了 可以回去跟仙长交差了 沈仙长这是要做法事吗 什么做法事 这上面写的不是看叶大酬兵吗 做法事也好 是李庄的兄弟由沈仙长坐镇 回头咱们就能去了呀 哈哈 姐姐快看 这是阵法 是聚灵大阵 这金阳县要变成修行圣地了 我又复活了 真想不到那黑山老妖竟然在此地用殷尸仰气 这老妖大概是想借此突破禁忌 确实没想到到头来便宜了我 哈哈哈 这孕育百年的殷尸 倒是真不错 如果再去了那男人 定然可以实力再次突破 到那时 他是大罗金仙 也奈何不咬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你是 好 是 哼 狗男人 仙强将我打得只剩残魂 现在我拥有了这具殷尸 就算你是仙 也不足为惧 大人 那沈道长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年纪不大 法力却极为高深 若是能长居我京阳县 日后再出现鬼祟 我们也能高枕无忧了 确实如此 倒真想见一见这位高人 不仅出灭子丑号老宅中的鬼王 更是不将那黑山老妖放在眼里 轻易斩上 明日得空 你们随我前去拜会一下 以免失了礼数 这个气息 胡判官 那位高人 今日是不是去了施力庄 正是 沈道长今日瞧接 搬到施力庄的洪家老宅去了 施力庄方向有一变 这有阴险气息 比子丑号鬼王 简直如头海体 与成年壮汉之间的差距 我们快去 当时那墓中的东西出来了 沈道长都很可能不是对手 沈道长都不是对手 那我们去了岂不是 护佑一方百姓 这是我等职责所在 即使身死盗销 也要死得其所 请听大人教诲 李天 不好 沈道长有危险 妖孽 速速离 啊 你们有事啊 这什么情况 道人 这是什么坏术 沈道长看起来 不需要我们帮助的样子 沈道长 沈道长 啊 啊 啊 怎么会这样 是个上司的军 是炮救他 军军身体内 前面之后 新选一丑门的事 快看 那鬼疗扶着墙出来了 大人 怎么样了 快说说 那狗人到底手段如何 啊 我们刚到沈道长家 就发现门户大开 把人的迷鬼 那狗就趴在沈道长的身上 我看得清清楚楚 浑身贪软 眉眼如丝 全所未闻 精畏天人 神仙手段 当真是一高人胆大呀 原来出轨还能这样 那场面那情况 我只想说视觉冲击力太强 差点亮下了我的眼 后面呢 后面呢 接着说呀 后来 不通一盏茶的功夫 那女鬼居然从里面爬了出来 虚弱不堪 身上的气息也被削减了九成九 也太刺激了吧 不愧是沈道长 那个 我有个问题 沈道长那么厉害 竟然只能坚持一盏茶的功夫啊 嗯 我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去你的 那是沈道长有好胜之责 才留了他一条命 否则 怎么可能才一盏茶时间 小子竟敢诽谤我的偶像 兄弟们 打他 你俩诽谤沈道长 叫你诽谤 叫你乱说 道长可是我等心中最敬仰之人 你小子竟敢胡言 闪道长请示你的小小阴力能就会的 别打了 你扇住你的嘴 这处宅院 果然是修行圣地了 这紫石阴阳交替 借着这巨阴大针 仅仅一会儿功夫 我的鬼力 就达到了巅峰状态 哈哈哈哈 不好 他怎么突然出来了 你 你要干什么 都不要 仙长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谁 什么主意 啥玩意儿大半夜鬼叫 小龟一哆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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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有钱了 你一定要在房间散过卫生间 戴把筒的那种 媳妇儿 你刚才听到什么了吧 听着似乎是 有鬼 哎呀 心许是沈道长 在和鬼聊斗法吧 嗯 继续捶别停 我好像看见会子动了 明天再继续捶行吗 哎呀真是没用的废话 我 一点儿少动静就跟你吓得不行了 今天不把我伺候叔父了 你别想睡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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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道长今天真的要当着大家的面 现场驱鬼啊 这还能有假 没看到沈道长开烤鸭店的告示 贴得满城都是啊 哎呦 这也就是沈道长 管其他人随便乱贴 早就被衙门给缉拿了 大人 如此多人聚集 怕是有些不妥 要不下官 还是召集兵丁前来驱赶 驱赶什么驱赶 这可是沈仙长 现在这靖阳县 谁不知道沈仙长的本事 今日你别安心同我一起观看沈仙长 如何收复鬼疗即可 是 大人 下官请记 快看 是沈仙长出来了 沈仙长 我爱你 沈仙长 别抓鬼了 来抓我吧 想不到 这神仙的名气还是有点作用的 一下子聚集了这么多人 我这神器烤鸭的牌子 怕是要一炮而红 鬼竟嗅到了财富的气息了 父老乡亲们 今日是我沈仙长青烤鸭店 开业的日子 也是我为咱们十里庄 彻底跟出鬼疗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 我身后这宅底 原本是洪家老宅 先前呢 就一直有闹鬼的传言 听说洪家人 就是因此丢掉了全族人的性命 如今我搬到了这宅底 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鬼并不可怕 大家看我手中这法宝 先前我就是用这个法宝 封印了永乐坊子丑宅的鬼疗 永乐坊子丑老宅驱鬼时 我就在现场 就是这个法宝 哇 见到神物了 大家先稍等片刻 我这就敬无猪鬼 为大家永绝后患 大敢鬼疗 你沈爷爷来了 出来受死 姐姐 这宅中真的还有鬼疗盘踞吗 搬来的这几日 为何我没有察觉到丝毫的鬼气 一定是我们修为太低才无法察觉 难怪仙长交代我们 躲在这屋子里不要出去 哦 这是怕待会打起来 伤及到我们吧 姐姐 仙长对我们真好 嗯嗯 快看 仙长进来了 吃我二十四次社会主义真言大法 不见鬼疗速速起来服众 快看快看 仙长要开始施法了 副将 民主 文明得协 自由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成谢 友善 起 打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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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长已经添雷珠邪了 真是白日惊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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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区区鬼疗罢了 你是没见过仙长 只副那狐妖和黑山老妖的场面 没出息的东西 所以也不过一点儿想动你就怂了 今天鬼疗被神道长收服了 以后再干出这种借口 老娘就生了你 安静安静 这鬼疗在此地盘踞许久 其阴煞之气 怕是早已侵染了大家的身体 但是不用怕 只需吃了我治阳治刚之火烧制的鸭子 不出一日便可退进 只可惜小道能力有限 这种鸭子一日只能烤制十只 便法力耗尽 还望乡亲们见谅啊 我出十关 我出五十关 我出十一两 卧槽 别急别急 县尊大人 小心 别管我 快去把我抢制烤鸭 大家别急 在排市许号呀 谁的誰的早 抬我脚了 оду 不好哈 少爷掉即里儿了 快 快 授予掉精力了 快救人 快救人啊 坐坐 船长 我 絕对不会亏待你的 好耶 恭喜神纪考察店第一任店长上任 武皇的目标 一年之内将连锁店开到长安城 两年之内 船长 外面有人找你 咳咳咳咳 别以惊一诈的 咱们怎么也算是这京阳县的名人 找我求自驱邪之人自然络绎不绝 沈道长幸会 老夫孙荣 叨扰道长了 哎 孙老爷客气 不知孙老爷是来求自 还是想买烤鸭呀 沈道长 无子前日心事 此番前来 是想请道长头七之日开谈作法 以慰劳灵魂生道 心火啊 让我写写字 忽悠忽有人这倒是没问题 可这开谈作法 我也不擅长啊 沈道长哪里的话 您捉鬼出妖的名声 这京阳县谁人不知谁人不小啊 刚才是老朽唐吐了 您身份尊贵 自是不会亏待了您 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 这二百两算作定金 只要道长为五儿做完法事 我孙荣 再亲自奉上五百两作为答谢 马爷 这真不是我呀 孙老爷不必客气 我沈长京为京阳县驱轨降妖 何曾是为了这些俗物 孙老爷爱子之仙泉泉 你来找我 便是冥冥之中天意是人 若是我不帮你 那就是逆天而行 孙老爷放心 只管准备好一件事物 到时 我定会捡去 发责了 发责了 这比抢银号来得容易啊 这年头 土豪付货的权还真是好赚 这下 直接清成一套房啊 昨日沈道长十里婆驱鬼 着实震撼 如此法力 我看就是长安城内青天剑的高人 也不过如此吧 不 仅仅如此的话 还是青天剑更强 他们推算国运 民生 世间凶极乃是乾坤大道 大人是年啊 哼 先前那青天剑的李传锋 都败道长为师了 如果让他老人家听到 什么人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